今天大家最期待的当然就是进入到世博的园区 欣赏各国 难得一见的国宝啊 还有许许多多的创意 尤其台湾馆这一回的孔明灯设计外形 的确成功抓住了许多外国人的目光 而且还特别停下来欣赏呢 那么立刻就要来看看 到底目前的现场状况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而主播记者现在的位置呢 就在上海世博园区里面的台北馆的正前方 那么今天是5月1号 也是世博园区开幕的第一天 今天8点还不到就涌进了上万名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媒体哦 那么今天台北馆开幕的第一天呢 也是由台北市长郝龙斌 带着这个亲善大使王力宏 以及企业家代表郭台铭夫妇呢 和这个知名导演侯孝贤 会来担任这个开幕的嘉宾 那么今天呢 台北市是以资源回收和无限宽评两项案例 入选程序最佳实践区 展示这个具有重大的意义哦 而展现台北市全体市民多年来努力成果 来分享这个台北市的骄傲 令人惊艳的 还有这个案例馆里面的软体设备 就是有一个360度的3D影像 就是由知名导演侯孝贤 运用不同电影单向镜头 引导的模式 来实地取景拍摄台北的生活哦 那么随时呢 都会有来自现场的连线报导 先将镜头交回台北棚内